在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 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西岛 科克兰的张树峰又在当地火了一把 他在家门口制作的居龙雪雕 成为街区一大景点 张树峰本是书画家 2021年初在新冠疫情期间 他开始尝试雪雕创作 独树一帜的作品 吸引了越来越多当地人慕名为官 很快获得社区邻里和主流媒体关注 令他成了当地网红 经过四个冬天的创作 如今张树峰已积累了一套 娴熟的雪雕技法 贵北克可能看到一件冰雕 但这样的天然雪 尤其在自己家前院做的 天然雪做的雪雕没见过 哈尔滨你没见过 哈尔滨是人造雪设备堆起来 但是为什么能做起来 所以人们好奇心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雪雕不同于说 像一般的公园里冰雕 像哈尔滨上看那些雪雕 不同在哪呢 就是自然雪 全是天然雪 它难度就难在天然雪的地方 这个天然雪呢 首先是比较粉 首先把它不得压在一起 靠人力压在一起 很费力压在一起 然后呢 再去雕 但是呢 颜色好看 太阳一出来 稍微的表情有点融化 有点水就很润 这些像玉一样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颜色 早晨或傍晚阳光下来 非常非常漂亮 路过的这些邻居啊 有人特意开车从远处过来看呢 都很感觉很震惊 从涉足雪雕创作一时 中国元素便成为张树峰 作品的核心主题 2022年初完成的彩色雪雕青花瓷旗袍 是它最为自豪的作品 那是最惊艳的 那是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我最野积自豪的作品 到现在好多人都会说起来 有人体美 再加上这个服饰美 再加上雪雕这个美 三美合一结合在一起 当时也是这种想法 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个雪雕形式 这边呢 还是西人多 中国人少 然后呢 希望给他们展现一下 我们中国人 是有修养的 是有文化的 是吧 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不大精深的 展示给他们看 的确是 得到他们的尊重 老外他们赞扬你很真诚 他们学习像短文一样的赞扬你 首先上来才是一种感谢的心态 一种感激的心态 因为你为我们带来了 在这个疫情期间带来了美 我们脸上带来了微笑 让我们出来了微笑 他们是一种感恩的一种心态 所以这个激励我 非常激励我 因为我们在国外嘛 就是说 像我是新来的 我觉得中国人和中国艺术的这个东西 还是在心里面会非常非常深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外国人可以欣赏这种图腾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传递 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美学 其实我觉得就特别好 所以我看到的拍照都是当地的人 我其实是很为张老师骄傲 柯克兰市政当局从去年开始 邀请张树峰为当地新年嘉年华创作雪雕 于是他带去了生肖主题作品 继去年的玉兔之后 今年他雕刻了一条盘踞的腾龙 和一只振翅之凤 寓意龙凤成祥 本身雪雕是一个很快就会消失的艺术 首先是我做完这个雪雕以后 它给我这种内心的一种力量 每一个作品都付出我的心血 都付出我的激情去做它 成现在人们面前 它留在人们心中 包括这些学生 他肯定会想起来 长大以后想起来 我小时候我们街上有一个做雪雕的 肯定他这一生都会记得 也可能会激发这些学生 他会去搞艺术 他会追踪我感兴趣 好多老外会来 你这是什么呀 我说中国龙啊 我为什么要做中国龙啊 你看他讲解 这十二生肖的问题 不行当中 你把文化就传给他了 而且好多老外 他们都会懂的 好多人说来说我属龙的 他都知道自己属龙 一些人 他都知道 一下已经出来了 更何况 相对于宇宙来说 人生也是很暖暂的呀 一定要能维持十几天 二几天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